王超就项链事件向球迷道歉。上岗铁位或遭遇足协追加处罚。 国足与泰国队的比赛之后,大部分的国角将会迎来真正的休赛期。 不过上岗球员王申超的项链事件仍在发酵,在国足客战泰国的比赛中,替补上场的王超从自己的球袜里偷偷拿出了一条项链,并且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,这一幕也被直播镜头清晰地捕捉到。 众所周知,国际足联有明确规定,球员不能佩戴首饰出场比赛。 而作为一名职业球员,王超却明知故犯,所以王超的违规行为在赛后引起了外界和媒体的严重批评,有球迷还给他起了一个哑号,像练歌。 一时之间,王超有一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。 就在刚刚,王超正式对此事做出了回应,他在个人微博上写道,随国家队从泰国集训回来了。 在同年电的比赛中,我因为佩戴饰品,违反了比赛规则,我一直在反省,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 作为一名果角,在场上的一举一动都应当以身作则。 在此,我想向所有关心我们球迷,媒体朋友们致以真诚的歉意,并向大家保证,日后定会更加严于律己,严守赛场规则。 对于王超,国足主帅李皮一向都是非常喜爱和气重的。 在前不久的中国杯中,王超在对镇威尔士的首场比赛中屡次出现业余的停球和传球失误,赛后球迷们纷纷建议李皮弃用王超。 不过李皮还是力排重义,继续在第二场比赛中派上了王超。 而在本期的国足集训中,李皮再一次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征召了王超,并在对镇缅甸的比赛中派他替补上场,这本来是王超再次证明自己实力的好机会。 没想到,王超又一次辜负了李皮和球迷的期待。 而他在场上佩戴项链的业余行为也彻底激怒了李皮,所以在对镇泰国的比赛中,王超并没有进入国足的大名单,很明显,王超是被李皮血藏了。 至于王超会不会遭到中国足协的追加处罚,以及未来还会不会得到李皮国足的征兆,咱们拭目以待。 本文来自大封号,请代表大封号自媒体观点。